从展示广告诞生的第一天起,直销模式便应运而生,对应的,通过拍卖进行交易的模式统称为非直销模式。 直销模式往往直接管理最优质的广告位,可以确保广告投放即高CPM,一直占据市场首屈一指的地位,但无法有效利用大数据提高投放效果,并且造成的高人力和运营成本不容忽视。 非直销模式管理数倍于直销模式的常委广告位,但CPM往往较低,广告也无法确保投放。 是否有一种模式可以有效管理优质广告位,又兼备效率及价格呢? 这里介绍私有交易市场,Private Marketplace。 公开竞价并不是程序化购买的全部,我们把公开竞价之外的程序化购买统称为私有交易市场。 由于发布商的优质直销流量有限,很多品牌广告主把目光转向了非直销流量,但基于对受众质量的担忧,不愿意承诺高CPM。 借助优先交易权,First Look,这个问题可以轻松解决。 当广告展示请求发生时,特定的买家可以优先判断是否需要此次展示。 如果需要,则按照指定的CPM购买。 若不需要,发布商则可以开放此次展示进行拍卖。 这样,买家就有了绝对的判断权。 在需要广投时,买家优先获得理想的广告展示,轻松确保高媒体占有比重Share Voice。 在需要精准投放时,借助数据和算法,确保每一份预算都用在目标受众的展示上。 发布商也可轻松将一部分拍卖流量转换为直销流量,提高收益。 这种通过开放优先交易权而获取收益的交易方式,成为首选交易PerferDeal。 对于另外一些流量,公开竞价虽然提高了效率,却很难保证优质的广告素材。 通过将特定的买家添加在白名单中,只允许白名单内的买家进行竞价。 这种方式结合了竞价和直销的优点,既保证了优质广告位和高质量广告素材匹配, 也保证了收益。 我们把这样的交易称作私有竞价Private Auction。 同样,在私有竞价中,买家也可以将发布商添加在白名单中,以保证安全的品牌曝光。 在不久的将来,传统的预留广告位的直销模式也会与程序化购买结合, 借助数据与自动化的工具提高效率并节省运营成本。 我们将这种模式称为程序化预留,Programmatic Reservation。 总体来说,私有交易市场结合了公开竞价和传统直销的优势。 通过首选交易、私有竞价和程序化预留的方式, 实现了既可以像公开竞价一样借助算法和数据高效精准投放, 又可以拥有和直销媲美的控制力,确保媒体覆盖和品牌安全。 合作异象请发送邮件或访问google.cn-doubleclick获取更多信息。